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家长们也倾向在开学前才购买用品 另一家学生用品店业者反应 教育部新校服指南减少了校服需求 导致校服销量较往年缓慢 书包批发商黄耀辉指出 虽然家长们选择精明消费 但是还是有不少父母在选购书包时 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 而选择能够减轻脊椎负担 但是价格相对较高的书包 这名批发商也考虑到市场竞争 及老顾客的情况下 选择自行承担大部分的涨幅 只调整了一项部分的批发价格 面对销售及服务税是否导致起家的问题 学生用品店业者陈金虹表示 目前店内售卖的都是之前进的货 所以并没有被销售及服务税调整而影响价格 要到年尾才能估算这项措施带来的影响 孩子即将上小学的吹保力则提到 近期在店内购买开学用品 发现价格相对较高 对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可能是不小的负担 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 家长们普遍在开学用品上采取谨慎态度 商家面临着挑战 期待政府援助和市场逐渐回暖 随着新加坡学校假期从本周末开始 预计将有更多游客涌入新山 更多人将使用新柔长提及马新第二通道两座关卡 柔佛周五大臣纳敦哈菲兹 今日呼吁当局采取积极措施 避免摩托车通关系统故障引起拥堵 大臣昨天在脸书贴文及上载摩托车骑士群通关视频 要求当局采取有效率行动 以解决当前摩托车通关的阻塞情况 他说尽管所有移民局官员都已出动 并正在努力提供帮助 但每天出入境通关系统还需提升和改善 大臣也提到下个月将进入再结月 若阻塞情况持续下去 将会令人感到遗憾和悲伤 最后让我们关注新加坡防疫新闻 新加坡传染病法令修订后 该国卫生部长有权规定入境新加坡的旅客 遵守离境前或登机时的健康要求 旅客在抵达新加坡时 也可能被要求出示出发前的健康证明 不遵守这些规定是犯法的 目前新加坡传染病法令第31条 规定乘搭飞机或船抵达新加坡的旅客 需满足特定疫苗接种需求 并出示接种证明 为了涵盖所有入境方式 修认法案正扩大范围 致通过陆入入境新加坡的旅客 加强反泛新疾病输入 此外新加坡将加强防止疾病输出的措施 要求有关人士在离开新加坡前 接受身体检查 这一处境检查是防止传染病跨境传播的关键措施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感谢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 请继续留意 新周日报 新周网